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三 連續第三天 三連擊的第三天 五連擊的第三天 昨晚是Apple 9月15日發佈會 我相信也有不少人 昨晚都在Live看了 一個小時很快 其實現在自從WDC開始 做了一個製作直播之後 我覺得節奏 掌握了好多 緊臭一點 還有沒有了很多 交接位 或者介紹幾個人出來 他又停不了掌 說到很慢 手掌也停一停 所以節奏快了很多 當然 他之前就抱了那種現場的震撼 但是整件事鋪排都很順暢 看得很舒服的 其實我挺喜歡 他掌握得很精美 還有一些搞笑的地方 尤其是昨晚也有些地方 其實他拍得挺有趣 就是那些宣傳片 大月的錶上了太空 接著收不到聲音 其實都挺教鬼 說回產品 我想大家都比較關心產品 其實主要昨天就是發佈了 Apple Watch的Series 6 還有 Apple Watch SE 另外就有兩部iPad 第八代的iPad 和iPad AS4 說一下Apple Watch 雖然如果單純說Series 5 上到Series 6 就好像變化不是很多 因為由4去5 5去6 當然CPU的升級就很厲害 但功能上面其實 4上5上6 都是各自加了一個功能 是 算不算很大突破 也不算 不過其實累積累積下去 你現在看回4和6 或者看回3和6 變化就很大了 3和6絕對是 3上4 當時3上4也差很遠 因為其實 一來這個錶大了 二來就是 3和4的CPU是相差很遠 其實如果你有玩Series 3的話 其實那個系統是有些 暗的 就是反應是有些暗的 但是上到4之後 其實就快了很多 當然現在去到5去到6 就更加了 沒錯 可能Martin會比較熟 就是昨天那個 Series 6 那個 血氧功能 就是你覺得怎樣 我昨晚大家直播的時候 不是運動的人好像不太重 但是運動的人 可能很多都買了Gami 那些 都會有這個 血氧量度 量度的功能 其實我是這樣看的 你買Gami 始終都是一種 有些運動 偏向的手錶 Polwatch會帶給大家 其實是一種 經常帶著手錶 任何時間 做任何的活動 運動都好 它都可以幫到你的 那加上了這個 血氧功能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調查自己 譬如我昨晚跟同事說 我走山 可能去一些高海拔的地方 我要調查一下自己的血氧功能 究竟現在是怎樣 反映身體的情況 這樣 這個血氧功能 未必是一定去針對運動上 運動上去用的 可能日常生活的時候 給你多一個 資訊去看看自己 健康的狀態 是怎樣的 因為之前 心電圖 或者心跳 過快過慢 那個警告的功能 可能大家有看新聞 也有看過 其實都真的幫到一些 可能知道自己心臟有事的人 可能突然間 原來他警告了你 然後他去做身體檢查 我才發現原來自己心臟有問題 Apple也很強調這件事 在昨晚整個發表會前的部分 就花了幾個時間 給大家一些 生疾的個案 年輕人 那些功能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你在生活上 是可以真的幫到你 用不到 或者甚至是 救你一命 所以我覺得 雖然這個Zero 6 跟Zero 5 變化不大 但如果 也有用 反而我自己覺得 昨晚一個 Apple也很懂得做生意的角度去看 這個Apple Watch的SE 真的不只是打你自己一個 打你一家 保你一家平安 這個完全是很鐵切 保你一家平安 因為SE 大家可能第一件事 專注於平安 但原來他的功能都很齊全 大部份 其實就跟Zero 5差不多 他介乎 應該是4和5 3和5 他很奇怪 他CPU是用F5 就是Series 5的CPU 但功能上 他主打 無線Macware那一隻 是 因為如果你要玩 Family Plan 那就要有無線電腦 那一隻才可以 是GPS版 是 但是他又沒有了心電圖 沒有了這個 預養Apple的功能 是 你說他完全是一隻 Series 5的降格板 又不算 即是有些功能 只是 抽走了 嗯 那你說緊不緊要呢 或者是說 會不會其實我 購買Series 3呢 你又怎樣看呢 是 因為Series 3很便宜 是嗎 其實 你問我 我當然是有心買新的 是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有心買新 是不是各個上了 這個 Series 6 不是啊 現在其實 譬如今天 某電器連鎖店 好像今早 那都在清理一些 Series 5 是 那其實 其實買Series 5 可能的功能 會比這個 SE系列齊全一些 起碼多個心電圖 都是的 但是其實 真的採決於 你買給 小朋友 什麼人 我覺得老人家 是重要的 老人家的心電圖 你買一隻SE給他 又可能 差一點 就是多一點 可以檢查 可能我買一隻 Series 4 或者Series 5 Series 4 應該就沒有什麼剩下的 市場 清貨都應該清光了 但是Series 5 現在開始清了 都還買到 是 因為你 譬如多個ECG 本身它有Fore Detection 其實長輩用蠻好的 是的 不過我覺得 那個Family Plan 就很重要 你不需要想著 一個人的 因為之前 譬如我自己 都會換了兩三次 Apple Watch 其實有時候都想 給小朋友大的 尤其是 原來它有個電話功能 所以你幫它戴上錶 可能你會找到它 或者你可以查到它 在哪裏 那就變成 好過你另外買一隻 那些兒童手錶 因為雖然那些兒童手錶 其實現在都便宜了很多 可能一千元以下都買到 但是兒童手錶那個功能上面 真的比較陽春的 還有很多時候 那些App 都是各廠自己寫的 那個兼容性來說 是沒有什麼的 但是以前的問題就是 我們給他一個Apple Watch 那個小朋友大 我要找一部iPhone給他 否則他一隻配合 一隻的時候 其實我的問題就是 怎樣呢 我給了一部iPhone 那一部東西就 很貴的 很重成本 雖然你說 就算我把舊機給他 都是錢來的 沒錯 那現在的Family Setup 就是說 你可以將你的 譬如你有幾隻Apple Watch 就用你自己的電話 在Watch的App上 當然你的電話要升級 再上去iOS14的正式版 因為其實昨晚都公佈了 說那個正式版 應該今天 香港時間我猜 以往正常的做法 今晚 01 01 或者01.15 其實是很準時的 一般都是01 或者01.15 這個時間就會放到 iOS14 你升級了去正式版的 iOS14 因為我印象中 就算是Beta 7 Beta 8 都好像不見了 有這個offer 但是正式版才放出來 沒有 所以我自己昨晚 就上了一個GM 已經有這個功能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用你的iPhone 去配合 第二隻 第三隻 或者第四隻 的Apple Watch 嗯 多方便 當然 就會償還你的數據費 還有就是eSIM的收費 網絡商是逐漸 當然香港也有網絡商 昨晚其實如果大家看到 發佈會 很快都會看到有幾個香港網絡商的logo 只有一個 實際上是不止的 大家可以重溫那條件 實際上是不止的 但是呢 畫面上真的只有一個 是的 即是同系都是只有一個 是的 沒有錯 貴一點 賣貴一點 但是這個便宜的 其實都ready ready 是的 所以你要問那個網絡商 究竟 additional eSIM幾錢一張 是的 以前好像是 如果正常一拼一 就是18 18 所以就 最好一問 或者可能這一兩日 就是看看網絡商那邊的公布會是怎樣 因為我懷疑網絡商會連錶給你 連錶也會 因為錶是星期五有貨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配件 依照香港家長的習慣 我覺得是可以的 網絡商可以跟著這條水去買 當然如果大家有心幫小朋友 放一個Apple Watch給他們 除了可以直接買SE 其實一些你之前的型號都可以用到的 只要是有無線網絡的版本 就算你是Series 3的無線網絡版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上去買Series 3 就只有GPS的版本 所以你就要留意一下 不要買錯了GPS版 或者把GPS版放給小朋友 那GPS版就無法鎖入這個Family Set 哦 那你變成就 沒有啦 一定會用這個就沒辦法了 是啊 我覺得就不錯了 其實如果比你自己有做運動 你如果真的二選的SE 和Series 6都是Series 是呀 還有他那個 Always On的高度計 是啊 很重要 譬如你走山 或者 例如我將來打散 可以登上富士山 五後五後 我可以馬上按出來 看看我現在多高 我不用再檢查 可是C都要更多 沒有這個高度計 C都不用重新的話 第一宗我们后面的同事记得吗? 其实有个大片不是实时,展示给你 不是实时,这次是实时的,尝试都会继续在那里用 而且是一直在睡觉都会有 你想想,到富士山顶等日出的时候 看着标几高,看着太阳,没有看着标 看着标,看着标,拍照打卡 S也有恒常的高度计 但就不是always on 他说是,高度计是 所以我认为Series 5也是有恒常的高度计 因为Series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基于Series 5 去抽走一些东西 昨天也有些画面就是这样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令到大家都很开心 其实有一样东西就是昨天 说了很多新的标面功能 如果你是升级了Walsh OS 7 和这个ROS 14 部分的新标面都会在这个正式版上放出来的 那就不一定是这个新标才有 当然有一两个是新标才有的 但是这个也是之前Beta 8 都没有放一些标面出来的 又是正式版才突然间放了 慢慢的,多了几个标面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戴Series 4 以上都未必需要 蠇题可能会过去 ZombieHome 但是有些功能其实你自己都增加了 可以选择多了 那种公众以Google Alone 2 如果床游家 scr 例如他可能用家庭计划 或者用家庭计划 或者用家庭计划 那麽购买的都差不多 是的,其实刀是变化不大 例如你说刀带的我都见不见 例如昨天说的一个好像刀带的手带 真的有好有不好 以前我们也有玩过这些手带 有时可能和你的手就不太合适 有时可能会放松 所以要量度的 要量度的,要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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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不同的手带 今次多了两个色 有多了红色和蓝色的底色 如果大家有用过它的手带 就不可以了 反而是蓝色,因为如果Apple Watch有这一种蓝色 我相信很大机会在未来的iPhone都会有这种蓝色 上翻一圈,所以呼声都挺大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买,红色和蓝色,我自己的经验是 如果你打算是换标带配标带,是蓝夹式的 我现在自己也下了一些圈,但现在我的黑色标带 其实黑色标带配带都不是每个大好看的 就是银色是最容易配戴的 或者之前出过金色或者玫瑰金都不是那么容易配戴的 银色是最严重的 就是浅色你可能撞一些深色标带的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买到蓝色这样 就相对黑色就更加难配戴 就是你不会撞一只很不夹的银色 就是配一只橙色黄色就放进去 不过说起标带,我很想试试歌新的 编织的手环 究竟那个质感是怎样呢 就是好像尼龙 但是这个手环也是穿的,不能够交的 就是Apple跟你说,Apple Watch是身体一部分 就是你不要脱了 我自己个人就喜欢Like的标带 因为一些孔子会透气一些 有时候如果你洗完手,濕了 就比较快干 就不会像这些 最错的就是用过那些尼龙带 洗完之后会濕的 没那么快干的 这样就用得一阶段就会黄的 因为你湿了一些汗 那些尼龙可以飞出来 所以就最后都是用回直胶带 但是我个人就偏好,Like就比较通气 Like都有新色的 Like每季的标带 它撞的颜色都撞得很大 有时候也撞得很漂亮 好,那标其实今次也挺重点 大家都会想是否有一个新标 但是我觉得今次发货会 其实都是iPad才是重要的 我想对我们本地的消费者 iPad会比较重要 虽然昨天很多人坐在那里打算登iPhone 究竟会不会在最后那边 有些缘机来给你听 没有分别 没有啊 一开始的时候都说明 我们今晚有两件产品 iPad昨天是很精彩的 原因就是两部iPad 升级都很明显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应该一年多前还是两年 上那部Air 3 哇,201 去年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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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3 出的时候 其实就和这个iPad 6 一起出 不是,Air 3是出早的iPa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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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和iPad Pro 好像是去年2月的发布会出的 iPad 7的不好处就是它用的CPU 好像是A10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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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比较慢的 即是相对距离 譬如iPhone都上去11、12的时候 A10是相对比较慢 即是我觉得如果你用 虽然它的价钱是便宜了 但是如果你想着买一部iPad 自己用也好 给小孩子上学也好 你想耐久一点 就没理由买A10的 还有去年它们的额度都是32GB起跳 即是虽然说最便宜那部3,000元不用 但是说32GB似乎又不够 但是它一上就上了200 那一上了200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3,500多 那价钱就相对 如果你在当时看回iPad Air 3 就那个gap会其实很少 因为说了iPad Air 3是3,900多 差几百万元 但是你换来的就是说 它下4GB 那基本上都好过32GB 就是多些位置 就是多些实用一点 就是实用一点 不算说很多 但是起码一个实用的容量 那个屏幕大了漂亮了 最重要就是CPU是A12 那这种来说 去年我就会推荐人买 就是A13 就不要卖第七代的iPad的 除非你真的连那一千元或者那八百元 你都会计算到最正确的 因为其实A13是之前未转款之前的iPad Pro的一个正确版 那其实昨晚这个A14 都是上代iPad Pro的正确版 就是未转三镜头之前的iPad Pro 其实就是 是吧 就是整个外国 Apple就很聪明的 就是自从SE这个 市场策略很成功之后 iPhone SE很成功之后 就要将这些之前可能都欧欧的 有弹镜头的 总件呢 换了一个新的CPU 就可以变成一件新的 是 运用得它们的新的CPU A4 如果你说是这个A3的升级 其实就更加像iPad Pro的SE 当然就 iPad Pro 如果讲iPad Pro 在今年年头 就是发表的时候 大家就比较丢头 为什么它的CPU是A12X 就不会是A13 因为iPhone 11也在用了A13 但是当时也说 其实CPU加上整个 效果都会比A13快的 嗯 还有三镜头 当然在很多用途来说 iPad Pro有它的好处 比如它那个82Hz的屏幕 对某些 比如你要是做一些 绘图啊 或者你是要求那个画面的精细度比较高 例如它常常移动 打机 打机 又或者是打机 打机 那就是82Hz是有用的 特别是在一些图像的工作上 当然 iPad Pro如果昨天A4未出之前 iPad Pro和A3中间的价差是比较大的 就是3900多元 还有接近7000元的价差 但是昨天A4出了之后 因为这个价钱是上了 差不多上了100美元 就是上了100美元 4000多元 3800到现在升到4000 4000多 就是加了1,100美元 其实这个价钱就会跟iPad Pro 拉近了 当然CPU就最好处 因为你A4 你说是A14 iPhone也没有 但其实拖着时间 它是跟iPhone一起出的 它现在说10月出的 是啊 其实可能是同一时间说的 所以是没有快度的 同时我们后面同时说 同样都是用A14 这个也是剧本来的 就是一次过就更新了 就是跟上一代A3的报告一样 就是一起A12 是 那如果你现在看相比 怎么说呢 iPad Pro和A4的分别 都是屏幕 究竟你是不是要那个82Hz 是不是要那个三镜头 都有少少的 因为iPad Pro就在说 就是 600L 是的 iPad Air 4就在说500L 所以 还有他们 解像度上是差一点点 但是Tune-Eye一样 通通设计 也是A4才有的 是 如果你说整个配套 通设计这个也是的 整个配套来说仍然是iPad Pro 比较齐全 但我想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Air 4 其实已经很好的 世上有些好像我的哥哥 是买了一部iPad Pro 但就用了一半功能 就是当iPad用 但就用钱买了一部iPad Pro 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身边那些很专业的人士 就反而没转iPad的 他们都是用Mac的 很多买了iPad Pro 就做些文书的东西多 或者Gradbase的东西多 我也有些朋友今天都问 iPad Air 4好像挺大卖 如果相比iPad Pro是大卖的 就是看你上不上256 因为它的尴尬是 如果你一上256加15元 那部机就很贵 就是等于你买128 差不多等于128的iPad Pro 128难以 官方128就是639 iPad Air 4 就是说799 是的 256呢 256就是5999 是的 因为你有没有打算在iPad Pro 上做一些图像 或者是multimedia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不做 拿4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一做 譬如我要把拍了一部 放进去iPad 之后做editing 你就一定是买256的 如果你看到iPad 是做好事情 我们有读者说256也不够 其实真的不够 那就是什么事 剪片就是256也不够 256不够 256不够 我身边也有人用iPad Pro 买了1T 是的 没有1T 但我不知道它在买多少 应该可能是512 就是iPad Pro 就有容量上多数个选择 是的 那你因为如果 Air 4说的打爆 也是256 我觉得 如果你打算做一些multimedia 就是影片的东西 就是64是没得想的 一上256 其实就跟iPad Pro的价钱 128入门版 就很接近很接近 那时候就取决于你究竟用到那个 雷达和推荐那样东西 是的 就是这样称完之后 就要再称多两件东西 是的 Apple市场 你买雷达 你就买个iPhone 12套 因为上一代Air 3 我有一个最可惜 或者最想它有 但是它没有了的东西 就是一个立体声的喇叭 Air 3是单喇叭 那你变成了 如果我想看电影的时候 播件的时候 它那个喇叭声就 差一点 就是一边有声 通常你都是横向的 那这次呢 虽然不是四喇叭 但是也叫做了一个立体声的商 横向喇叭 是的 横向喇叭很重要 横向左右 你不用给四个我 你有两个 好像现在有什么选择 其实都很好 是的 就是我不用要到四个角有声 最重要是左右有声 平衡 所以就很好的 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常常戴口罩 这个简直 做应该要做 就是 iPad Air 4 就给了一个Touch ID 真的给了一个Touch ID 真的给了一个Touch ID 就是它没有Face ID 真的 因为应该 没有摆个单镜头 没有摆个组件进去 给了一个Touch ID 就是用起来 应该 iPad Air 4 可能会 开心一点 因为iPad Air 4 是变了Face ID 这个情况 最惨就是 就算你iOS 或者iPad OS 14 你可以入密码了 但是其实有很多年 你把Face ID的其他 Face ID的其他Fat Party App 它就没有这个东西 有些App就蠢得 你不用Face ID 你不用Face ID 你不用Face ID 是解不了App的 就是它不会懂得跳出密码 尤其是一些网上银行的 有部分是没有密码option的 就是只要你一 一把Face ID 就永远都是Face ID 除非你进去之后 再解释它 才会出密码 有些也有密码 但是就不会像 iOS 14那麽快 认到你戴口罩 就立刻带出密码 仍然都要等几秒 有些Payment App就是这样 不要说在iPad 尤其是下一个iPhone 我期望如果在iPad Air iPad Air 4做了这个小型 有这个技术 有这个技术 会不会在iPhone 12 或者iPhone 12 Pro 都有这个东西 就是出发言过 大家的主观愿望 都是要有的 是的 要有的 还有 我可以说是今次 发表会有啟事 是的 还有就是说 因为iPhone 都应该是会转的设计 就是转回好像iPad Air 4 或者iPad Pro 这个90度直角的 是可以变的 是 是 实际上有的 可以让你融纳 融纳这一粒 是 很好用的 我刚才 我跟后面的佛罗同志 阿米奇说 现在的按钮 加上Touch ID 用起来更方便 再跟之前我们用iPhone 7 或者8 Touch ID 对比 你那时候可能还要放手指 在相机的底部 是的 你现在开机 这个设计就是 你以前的设计 是的 新格在别人那边 是的 不新的 但是 Apple 有时 精于 将一些不太新的东西 再重新包装 大家觉得超级好用的 是的 放在它那边 大家想 但是今早睡醒 Sony 早就做了 也不要说Xperm 1 或者5 很多机器都有 很多机器都有 这个是 中介机器有什么 Z Z Z3 3开始有 3、4、5 所以 其实真的不新的 第一次放在Apple 不过都要看一下 它变色的速度 还有准成袋 因为你始终的按针 你想想 面积小了 接触面小了 因为有些公司的企业 也曾经提过 这种拆的感觉 其实在安全性上 可能会有些问题 因为你不是看完整个手指 而是看一部分的手指 所以就比较 相对性的手指 首先是企与企业 即是企业比较少了 是的 那有机会容易压到 或者是未必那么总确 可能七八成它就给你过 有这样的机会 那你可能可以将来说 有双重减值 又要Face ID 我觉得会不会在iPhone 会出现这一件事 这个真的不知道 还有Face ID 当然我以之前那几年的使用经验 都OK的 但是自从大家要戴着口罩的时候 就很不方便 是的 所以真的是Face ID Face ID 方便的 但是在这个 现在的情况 就不方便 是的 所以拿一些以前的东西出来 反而是好一点 当然了 不是以前的东西 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图 那个新的Touch ID 的设计 其实都加了一些新的技术 例如Laser Cut 的Supplyer 的面 这个Customer Sensor 很奇妙 有五格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它内部的操作 应该是不是有几个不同的Sensor 我自己觉得 是的 反而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用慣了 之前Touch ID的iPad 那其实Touch ID 就是一个Home 按键 那现在其实新这部AR4 就没有了这个Home 按键 那变了你要call出去 Home 就用回手势去做 那这个 如果你用慣了一些旧的iPad 那可能要适应过 或者可能是一些小朋友 就是你买给他们上学的时候 就是你买给他们上学的时候 他们未必那么纯属 懂得用这个手势去控制 去call home 或者是转不同的APP的操作 那以前Touch ID 那一只就会在他们 小朋友来说 就比较容易按键 它就会出去开另一个APP 那这个就要适应的 那当然我相信 这部相机都未必Target 是给小朋友的了 因为如果你说新的这个8代的iPad 就是用的A12 就等于之前的A3 小朋友的当然是买这个8代iPad 是啊 那都足够了 足够了 就是你看学习多需要 是 是 就是之前的第7代就有些激烈 是 第8代又不激烈 但是反过来就是 其实今早都有 我在Facebook上面 都见了一些朋友在那里说 是 怎样选择 大家就已经不再考虑iPad Pro 就是看完昨晚的发布 你说真的有新买新 是啊 是啊 而来都 大部分情况之下 其实A4都够用的 够用的 反而就是A4和iPad 8代 是 国家差的距离大了 就不会出现 好像去年的情况 我就不会考虑第7代 就直上A3 嗯 那怎样选择呢 那我自己觉得 大家都是基于一个iPadOS 14的系统 要做到的事情 两部机都做到的 就是安装的apps 也都两部机都安装到的 嗯 操作也都差不多的 反而就是 我看你是不是要追求 我又想个屏幕好一点 声音好一点 CPU 又快一点 因为大家现在没有Benshmark 看不到A12和A14 有个USB-C 有个分别 还有各扩充 就是 如果用程度或者学生 你给个Lighter 他没问题 因为充电 怎么会有什么插的 入门级 可能iPad Air 4 就变成一些进阶的人 iPad Pro就是专业的人 就是这样三个T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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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是很适合的 真的再专业一些工程 或者是做一些医疗 那些就可能去到iPad Pro 中小学生 或者是幼稚学生 或者是一些不太健康的普通用户 普通iPad 就已经够了 是的 有支笔 又可以用 中间 用来做终端 可能工地现场 医疗现场 或者便宜版 给那些终端的人士 用 然后office 就会用不贵 是的 清楚的 其实今次的布局是清楚的 不过就是 A4是贵了 加月价 还有那些配件 是一个很 如耳鸿章的问题 你买不买它的 二千多元 二千多元的费房 一买就 加上就等于八千多元落楼 是的 我们追随iPad的说法就是 这部机可以取代你的面 是的 就是你买 其实它昨天 就是说用iPad Air 4 很强调用A14 A14 它是把所有 它真的是开名的 Homebook Android Tab 电脑 这个是期待的 就是 它展示出来 接着和大家 在座各位都是流畅的 还有 对这个A14 是有些 信心的 是的 其实可以预示到 究竟 我在这部机上面 那个 未来MacBook的 performance 是怎样 可以给到些什么来 就是 如果你 可能在AR 剪四K片 很顺 打机很顺 固域上面 固域上面的东西很顺 你想想 你未来的MacBook 我转了Apple Silicon Apple Silicon 是基于A14 很大程度 A14 我就想 如果这样 上下价钱 或者整个布局 清楚的时候 可能我买回 A14 MacBook 都可以的 是的 是 因为它变成了 跟iPad Pro 有些 定位 就是某些 overlap 是 都是看看你要不要 筆 支筆有没有用 真的 是的 支筆是否真的 很有特色 如果在iPadOS 上面 我自己用的 也有些历史的五代 iPad5 就没有筆 以及W 都开始慢 A9 都想回 我觉得在iPad上面 当你看到其他人 在用有筆 去操作 以及我只用手指 你整个input的界面 你是不足够的 有筆就会有很多 或者你可能是 筆加一个keyboard stand 真的很 取代电脑的比例 可以高一些 很多时候文书都够到 是的 新的OS 加入了我们 我们的网站 最近都经常出这些 升级精毒 有介绍 比如有些被忘录 手写转字 譬如我现在 桌面上 这部就是iPad Pro 2 配一支筆 其实 对于我做任何事情来说 真的 有支筆和没有支筆 没有支筆 都是两个世界 是的 真的两个世界 这次的iOS 真是做真正之筆 做工具 我试过 因为是 心急震动 实际去试 在备忘录 用鼻毛录 手写 手写完这些字 真的能辨识到 那一刻 真的挺厉害的 是的 寻到打封 不怕 打封也不行 也不能太想 但是你可以用手写去做 有些时候打字 都真的不够快 手写反而是正确一点 还有你以后不用写一下 又要放下一支筆再打字 打完字又要拿回一支筆 那么烦 是完全拿着一支筆 就做完了 好 那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iTek 买哪一支 就是学生就可以考虑便宜到费 那就是 Apple 出现硬件 就是 一直都出现硬件 其实这次都 再有些硬件的东西 推出了 那么 大家说得如何呢 你是说Apple One 是的 Apple One 和Feedless Plus 我也是包在Apple One里面说的 我想在美国会很受的 或者它一些欧洲 就是 你会用 它整个服务的 全套服务的地方 会受的 但是 香港 就是 你看回它昨天的Apple One 那个配套 没有 其实在 昨晚发布完之后 香港Apple的网站 没有这一部分的 就是没有说到有Apple One 这个东西 都是分开 Music 和TV 你看回香港的网站 因为很多Apple One 上面的服务 在香港就没有 没有 Apple News 没有 RK 都没有 没有 这个Feedless Plus 都不知道 有没有 因为整个Trending Program 很多时候都不是 去走亚洲人的数据 都是 但是昨天有些平时做一些运动的人 一看完这个 真的 是 升级教练 是 升级教练 Apple版的Wing Fit 是的 是的 其实 大家都是想 将一些 平时我们 搜集的数据 在不同的器材上展示出来 其实是在一起的 是的 是的 再给一些 平时我们也讨论过 昨晚讨论过 其实一直都会有一些 类似的教学 收费的 月费形式的一些 训练 是的 一些运动的 训练的教学 由你去做 瑜伽 跑步 但是那些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数据形式 告诉你 Monitor 你做了多久的运动 跑了多少公里 你消耗了多少卡尔尼 是的 所谓的教练 是给你数据 而不是像这些 拍片 是给你跟着去做 或者有些音乐 去给你衬托 是的 音乐 我觉得他做Apple 跟Apple Music 这刻真的很好 是的 运动真的要有音乐 是的 是的 因为你要节拍 你要加上 要加上 是的 还有一个很像是 motivation的感觉 是的 还有他有一个 achievement 继续在 我不知道 Fillix Plus 里面 会不会有些 可能我和朋友一起做 一些同类的 我设计了一个 course 然后我们就 可以大家有些竞争 他说不要 但其实你Apple Apple Watch 那个 Fill 那里 你可以分享 你不是很喜欢指定的朋友 是的 或者是考一些章 可以拿一些 章那里就有得 分享 但是数据 数据就不会了 你做了多少卡尔尼 那些 那些 我也明白的 譬如 张 外里达到一千层 那些 大家互相竞争 就是 整个整个 Fillix Plus 它的配套 是比我们 现在看到 Apple Watch 或者iPhone 上面 看到那些 收费的 training program 就更加齐全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有个 亚洲人的版本 用回亚洲人的 体质的数据 去做一些training program 就更加适合 因为现在 网上 就是在 Apple 平台上面 那些program 有些是用回亚洲人的数据 比如说 你跑多少 減多少卡尔尼 那些不同的数据 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 如果有亚洲版的话 我觉得 都真的要拆识 就是这个 可能香港的 运动 训练者 的YouTuber 就要努力一点 爭取 不是 外面一点 让Apple 如果将来 第二天 会入亚洲版 在香港 请你帮我拍摄 是的 会不会呢 有可能 他现在也是 有一堆trainer 每个星期要交件 是 某程度 是一个YouTuber 式的 一个 健身平台 是的 健身平台 都可以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 赚钱之外 大家都可以赚钱 以一个新的商机 香港人都很喜欢 例如跑步 或者做一些瑜伽 这些不同的运动 的人都越来越多 就是这个市场 其实就是 潜力很大的 是的 只不过就是 整个Apple One 的service 因为有个别 就斩件 香港没有 所以就 整个Apple One 就没有得用 但是如果你看回它的价钱 就是individual 和family 如果你有得分享 就应该都是family的 是的 19.9毫半 就是一开五 这样就可以了 Pimium 30元美金 就是说 200多元一个月 你觉得贵不贵 或者接受呢 200多元 我觉得 我一加五口都用iPhone 我就觉得不可以 不是 他Pimium 他没有说family Family 贵成10元美金的 就是family可以分享 但Pimium 他没有说分享 Pimium 可以吗 Pimium 应该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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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服务里面 我自己用的iCloud 有几元港币 还有MOTV Plus 就是说 譬如我拿到200G 那他在这个 plan里面 就要family plan 才是200G 是 19.9毫半 19.9毫半 Pimium 是有2TBiCloud 是啊 最贵的那一只 有2TBiCloud 香港是欠了一个Arky 本来Indivision Family news都没有 news都没有 去到Pimium 可能没有 但起码Indivision 的Family 和Family 你真的欠了 因为在美国 其实Apple News 都是一个订阅的服务 也是给钱 然后看很多不同的新闻 这个在香港就 香港的生态 不是很适合 暂时不太适合 那Apple One 这个只是一个G字 只是我想没有那么快 香港会出现到 香港本地的用户 所以就算Apple TV 就像我们昨天说 试个Headphone的时候 那些视频 都不是太适合本地市场的厚味 一说 Youtube 可以 好像不想 你可以在Apple TV 看一些Marvel的视频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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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ware 始终也是我们的重点 是的 本来有个Headware人 说出 应该有两个Headware Apple Tech Apple Tech 和Apple Card 没有了 但是没有 没有 其不期待呢 有没有期待呢 AirTag 其实 差点 又要回到CV6 CV6 今次是加了U1 这个晶片 也会意识到 AirTag 是真正出的 真正出的 做了一个精确定位 可能有些 背包也好 你的单车也好 或者其他东西也好 会不会 看下一场 下一场 全民说 今年 虽然 未来仅有三个月 四个月 三个几月 但是 有机会有三场 Apple 如果 照路线去看 有这么丰富的 11月 都会有一个 所以 先看下 iPhone 就走不掉了 是什么时候 是的 又要看看 各位网路上的爆料神明 究竟 什么时候出 香港 最近 这次发布会 大家都是 Focus iPad 和Bill 究竟选哪个Bill 究竟 叫做 Bill Bill 在香港 未至于很多人讨论 不会买Apple Watch 其实很多人戴Apple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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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市场 不是太弱 大家都不会买 是的 大家都不会买 第二 如果我戴 除非我慢到 我又 第一代 第一代 那个开始 我受不了 我就用Series 4 换了它 真的太慢了 但是Series 4到现在 Series 6上 会很密 它升级 就是你不像iPhone 或者其他装置 那变了 戴着的人 又不想去换 但是 当你要存到 有一定程度 时间 那就换了 又或者是 我新加进去的时候 或者好像今次iPhone 就聪明 用整个Family去搭 你带着而已 你的家人还没带 你带着旧标而已 你家人还没带 你的旧标近 你自己买新 如果你的旧标只有GPS 那都对不起了 你都是要买新 都是要买新 所以今次开拓这个新的固牌群 你真的相当之厉害 是的 没错 好吧 今次 今天Gidget Live Paystation PS5 当然我们预告 Apple讲完 我们当然要预告一下 今晚 这几天 明早 01 04 我们也知道 04 是首直播的 本地清晨 是的 04 我们的 Roman 他答应我们 虽然是04 昨晚01 我们在看 但是我们没有展播 没有直播 在望这个CAT 不如快快去写一个稿 大家都 Apple的YouTube直播 或者是Apple TV上面的直播 都相当之能长 我们就没有去再转播 我还开iPhone和YouTube牌 iPhone是快很多 快 都 你们昨晚 你们拌信息出来 啊 说完了 我们在剧透 我们在剧透 我们在同一时空 但是剧透 我想起码差30秒以上 有 以上 YouTube是迟了很多 是的 但是不要紧了 那今晚04 我们会有直播的 Roman 会帮我们直播 那我相信明天 下午 可以的话 如果Roman 直播完 回到来 我们就 Lunch Time 可以来个直播 就是我们在后检讨 检讨 看看 买哪个 买哪个 买ЕТ 會否有堅持投資訊? 我會的 兩個新版是天國與地獄 一個天國就說是便宜的 但地獄就告訴你我不夠 我是無論這個 好消息和壞消息告訴你 PS3和PS4都是Steam版才入手 有延機? 有延機的 但也要看看今天零四 零四看完之後 如果大家睡覺看不到就不要緊 明天我們再分析一下 第四日的五連直播 我們五連直播之後 第四日的五連直播 第四日之後的下午都還有 下午 早上 明天的下午 讓我們看回 真是好 明天的下午 看看我們明天幾點開始直播 可能在直播裡面再插個直播 在什麼時間開 明天還有一個就是Sony打Sony 對 對 整整是他們自己演唱到 都叫救命的玩法 對 其實真的講開 一些活動 真的保持著錄 下個星期 再拆開一些 講一下我們有什麼看 下個星期 其實二十幾號 有Nokia 星期二 星期三有銀行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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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都出來了 我們這下半個月都挺豐富的 未來的那個Q 未來的那個Q 都很沒空 很沒空 很沒空 只要抱一抱半夜 是啊 港元說出實際實物就跟著來了 是啊 又來過了 所以今年是相當熱鬧 豐富 雖然頭三季大家靜過來 靜了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靠第四季追溯 沒錯 大家的報復式消費會不會就在第四季出現呢 是的 所以就繼續留意我們 沒錯 其實明天 今晚可能我們都會有一些新聞update 看看究竟PS5會不會有些 再爆些銀行出來 差不多了 今集差不多 明天我們 看看是開1點 還是3點 還是6點 看看Roman做完 看看同事 那位同事幾時 回到室 好 今天來到這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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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